好 那我們現在請大家再看到17章 那你看 我們經過前面這些文師下來 然後大家對這個法方面以及修閒的整個次第 以及我們怎麼樣能夠超越那種見直不見越的這種情況 能夠真正去見到越 見到實相 見到真理 對這些已經有清楚的一個概念輪廓出來了 只能去落實 去體悟體正 大家漸漸已經有信心了 所以17章就開始講 生信發出離心 因為你有真正的這些正確的文師之後 然後你就會產生那個信心出來 你就說 佛法並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 並不是一些知見知識哲學的探討 不是的 那是讓 佛法講的是宇宙真理實相方面的 是要讓我們如此去了解 如此去從 就是說迷惱無知的這種情況之下 從那種無名的情況之下能夠覺醒過來 能夠透視萬事萬物這樣 所以知道說這是一種智慧 這是一種覺醒 真正的覺醒 講的就是你去覺悟到 這些萬事萬物的實相了 那我們修世戀處的這個深授心法這些 尤其是深授心法與困難住這些 那記得這些只是第一個階段 在開發我們的覺醒的第一個階段而已 這樣子照樣嗎? 宿戀處裏面的深授心法與受戀 這些 那只是第一個階段在開發我們的覺醒而已 你要決心開發出來之後 你才能夠進入心念柱 法念柱 去看你的起心動念 然後去看你那個身口欲展現出來的種種法像 但是那個法 身口欲展現出來是一種法 但如果你的整個目標都只是在這個五韻身心上面 這個身體上面的話 那你再怎麼修 你都還是那個 我還是不空 這樣知道嗎 你再怎麼修 都還是在以慢斷慢的階段 所以最後那個五上文節 那個慢要斷 那五上文節的慢 如果你還是在五韻身心裡面去觀察無場無我 為什麼 像我們上次已經有講過 為什麼說那個插摩比丘他後來還是發現 那我這樣去做 但是我的還是沒有 那個自我還是沒有破 還沒有斷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還是用慢斷慢那些的話 你沒辦法 那個自我沒辦法斷 我們上次有跟他講過 這一把劍 劍本身沒辦法砍斷自己的 那個五上文節要斷 記得 如果是透過經典 文字 佛陀 善知識所跟我們族隱形這些 然後你在這裡一直在這裡下功夫 這裡頂多你是可以從出國 二國 三國 正到三國 你要正到阿羅漢國 那個五上文節要斷 記得 一定是要深入體正法界 到最後一定要深入體股法界 也就是 那我們再把老子的一句話 再講出來 讓大家參考 老子他看到這整個法界的奧妙之後 然後你看第一章的後面他就有講到 他讚嘆 這整個法界他是怎麼樣呢? 第一章後面有兩句話 蛤? 對 這個竟然是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很多人就認為說 老子講的是一些玄學 一些不切實際的 事實上不是 老子所講的不是那個觀念概念 或是一些玄學 不切實際的不是 老子所講的一樣 他都是在協助眾生去聊 這個實相 大自然這些 老子他看到這些之後 他覺得 他提告說 那個整個大自然這些 真的是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這個上次我們也稍微跟大家講過 一切問題的最終答案 到時候後來竟然發現是找不到答案的 沒有答案 如果說 你看 如果所有事情 你都可以求證到的話 你都可以去了解 都可以去知道 可以去證明到 那你那個我慢會斷嗎? 你那個我慢會臣服嗎? 不會的 因為你會證明我知道 我懂 我厲害 唯有有一天你能夠去看到 那個法界的玄之又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到後來 那個自我啊 那個自我啊 才會真的 臣服啊 那自我最後才會臣服啊 自我真的徹底臣服 那就是那五上分解的斷處 那個我是我能我慢的斷處 因為那個自我很厲害很厲害喔 這段後面大家慢慢去收慢慢去 那你慢慢就可以體會到 那個自我很厲害很厲害 如果最後這個自我 它不是讓身關整個法界的奧妙 而最後的臣服的話 那個五上分解的自我不會斷 這樣子好不好 這算很親密的地方 我們大家先了解 知道整個修行的過程 所以佛陀才講 元祺就已經是聖身了 元祺聖身了 而空 內盤 法界這些呢 他又是聖身即聖身了 聖身即聖身了 就是去看到那個很深 很傲 很妙 所以那個我慢才完全的臣服 那個我是我能 你才會看到說 原來我的那種再怎麼廣大的神通 我修的再怎麼廣大的神通 在這個法界大自然之中竟然只是雕蟲小技 看到你再怎麼廣大的神通 再怎麼廣大的法術 在整個大自然法界之中 都只是雕蟲小技 這時候那個我慢才會斷 如果一個人不看直接 沒看了這個法界這些的話 那他有神通 他有法術之後 我慢會增加 OK 好 我們現在看17章 《生信法處理心》這裡 第一節這個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 法醫分享已經有比較具體的講一下 這個大家應該自己可以看 清淨善知識之後 聽聞正法 內政思維 依法治法相而行 之後發現佛陀所開示的法 真的是能夠引導我們開智慧 了知宇宙人生實相 進而脫離生死輪迴 解脫自在 因此對法升起了堅定的信心 由於對法的信心而擴展到對佛 對生 對聖界的堅定信心 事不外境 於是成就 所以第一節講的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一個人 你要正出國 你就是要先來到那個事不外境的確立 對佛 對法 對生 對戒的事不外境 而上次我們有講過 它整個的核心就是在於對法的體悟 記得這個法它不是抽象的 佛法講的就是宇宙實相的這個真理 法則 所以一概的破除是來自於真修實證的 而不是來自於信仰 不管你信仰多麼虔誠 裡面都有無之於一概的成分 好 那第二節就是說 如果說一個人 佛告設立佛如如如所說 留者為八聖道 入留分者有四種 也就是說你要正出國的話 有四個條件 就是親近善之事 天文正法 內政思維 法赤法相 內政思維就是說 你把所天文道這些 你就慢慢的再去消化 去體悟 去求證了 法赤法相在逐步的按照著那一種解脫道的次第 逐步的一步 一腳印的跟著走 這就是法赤法相 好 那第三節講的就是說 尊者安安與尊者設立佛 斷釋法成就釋法如來應等正覺 既說彼人得虛頭反 不度惡趣法 決定向三菩提 其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就是說斷釋法 什麼叫斷釋法成就釋法呢 斷釋法就是說 對於佛法生戒 本來是不信佛或是有疑 有疑或是不信那個就是屬於要斷除的 對於佛法生戒這四種本來是有疑 然後成為經過文實之後成為無疑 本來對那個不信現在轉為淨信 這就是斷釋法成就釋法 如來應 這個應要知道 這應就是應共 也就是阿羅漢 如來應共 阿羅漢 所以你看佛陀本身都是自稱自己是阿羅漢 如來應等正覺 這是只是從不同的名稱來說 這樣佛陀就說這個人得虛頭反國 好 那如果說一個人能夠正到出國的話 那他就不會墮惡去 他決定正向三菩提 也就是說他一定會到達那個究竟解脫這樣 那只要他在七有天人往生 也就是說最多在七次的人間的人天的這些往返 他就會到達究竟解脫 好 我們現在再請大家看一百四十八頁這邊 一百四十八頁 法醫分享 再稍微看一下好了 對法升起了堅定的信心 成就四不壞境 這就是正道出國的虛頭反 已加入聖者之流的行列 而對法堅定的信心是因為經過真修實證 有體物 有建法 得法眼鏡 親自體正道 一概才會破除 建法體正乃是有潛有深 所以才有四雙八倍的失色 注意 所以剛才有人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人他建法之後 他還是沒有成為究竟的解脫者 就是因為有潛有深 再來 當然這裡我們再繼續跟大家來分享深入 就是說這整個法界 整個大自然 它都是沒有虛偽 沒有裝飾 都是很如實 很純樸 完全原貌的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完全原貌的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就是因為太樸實 都沒有一些裝扮 所以 那因為大家變成太習以為常了 所以變成大家怎麼樣呢 平常呢 都不去注意到它 都沒有發現到它的重要 都沒有去看到這整個法界的喧傲 我們整個心都一直向外去看 你就看不到眼前的法 我們的心都是一直在向外攀圓 心都一直在衝動衝動 你都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 你就沒辦法看到眼前這個現象界存在的活生生的佛法 所以講到這裡就是說 也跟大家勉勵 在《金剛經》裡面 佛陀有講 如果一個人 你以身相去見如來的話 那這個人是怎麼樣 私人行邪道 所以你不要去看說 這個人外表髮像多麼莊嚴 這個才是大師 那這個會顯現什麼神通 顯現什麼這個才是大師 真正一個體悟大自然法則的人 他最後到最後他是反撲歸真的 他是反撲歸真的 不能這樣做鬼做怪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要透過像佛陀 他本身他以前也是一樣 都是很平反平死平淡的一個人 老子更是 都是平反平死平淡的一個人 因為他們看到大自然法界這些之後 他們都是反撲歸真 所以這本書後面有提到說 智人只是常 有沒有 真正體悟那些宇宙真理實相究竟滅盤解脫的人 他們都是回到平反平常平淡的人 所以我們要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看到真理實相的話 你要學會看平反平死平淡的外表 那老師那邊平反平死根本就沒有才能 lore思 你說跟地方沒有修型的人 對 就是大智若裕 真正的大廁大物的人 你會看出來大智若裕 所以在這一本書裡面 後面我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請大家看到290頁 290頁這裡的法醫分享大家可以看 可以先看一下 像那第二點就是說 真正的善知識 了知自己只是個指引真理的手指 它是協助你去看透身心內外宇宙人生的實相 協助你去看那大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真理 引導你以大自然為師 引導你逐漸回歸大自然 逐漸融入不生不死的空而解脫自在 這是自以止法醫止的深意 宇宙人生的真理 最深奧的奧秘 都是顯露在大自然中 而不是在任何經典裡 在後面這兩點 大家仔細慢慢去消化 慢慢去看 要誕中知真味 常理是真人 智人只是常 老子 包括說像佛陀在你面前出現100次 你也看不出老子的蹤跡 除非你通達無尾之道 在後面這一點 大家可以仔細慢慢去體會 凡夫都要想成為不平凡 想成為聖賢 解脫的自責 只是回歸到成為平凡的人 所以為什麼那些解脫者 為什麼包括佛陀 你看他們能夠知足 他們能夠過著 我只要這樣很簡單的這些穿著 只要生活上可以過得去 到哪裡我都很快樂 都解脫自在 為什麼能夠這樣 那都是跟整個的法界融為一體 所以大家慢慢去體會到這方面的那種深意 從那個要學習的去看到那種純朴 純真 朴實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指引的 指悅的手指 然後再去看到 因為這如果要說的 我說笑話 你如果覺得看到以前佛陀 看到真正佛陀出天了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爽的人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爽的人 信仰歸信仰 信仰歸信仰 那真實的佛陀他是一個平凡 平死平淡的人 但是他講出來的呢 卻都是法寶 無價真 所以我們要去看到 佛陀已經是很爽的人了 我們要知道 你如果看不到說他這個很爽的人 他裡面真的就是藏著無價真的話 那你看不到更爽的這個大自然 知道嗎 所以真的要去看到那個 譚宗之正位 譚宗之正位 常理是真人 你真正要去看到那個真正的解脫者 真正的三知識 你要看到那個平凡 平時平淡中的那種玄妙 奧妙 因為大自然它展現出來就是 在最平凡之中 有最深奧的宇宙哲理 所以你慢慢去看 你就會看到一朵花 還有一片樹葉裡面 都藏著無上甚深微妙法 這大家心就是要慢慢靜下來 慢慢來看 我們的心要越來越遠 才能夠去看到 那個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上甚深微妙法 講的都是大自然法界的奧妙 講的就是在講那個玄師又玄這方面的 你越體會越深入 你越真的深入去體會的話 那個自我 那個我慢就會越脫落一分了 到最後你一定會整個的那個臣服啊 你會整個讚嘆啊 到最後那個我慢完全消失 那當 講這個 好 剛好可以跟 這個我們用兩個數學公式來把這個歸納一下 這是前一段期間的那個體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講說 數學公式 你看 上面都是1 上面這個都是1 那我們看 這個分母 如果分母越大的話 所得出來是怎麼樣 如果這個分母越大的話 所得出來的就越小 如果這個分母 如果這個分母越小的話 所得出來的就是越大 好 那我們再看 如果這個分母他越大越大 大到後來他認為無限大 當他是無限大 當他是無限大的時候 這邊出來是什麼 0 對不對 而如果這個分母他是越小越小 小到後來他成為0的時候呢 這邊出來是什麼 這邊是0的時候 對 這邊出來是無限大 所以這個1就是代表法界 1是代表法界 那這個分母就是代表這個小我 每一個人這個自我 你這個自我 如果越大越大越厲害的話 你到後來 你就是一場夢 一場空 這樣知道吧 如果你去看到 就是說你越懂得越多的話 你會越謙虛 你會越謙虛 身心會越柔軟 你越懂越多的話 你會看到 那個我慢 我是我能那些 他真的實在是 都只是在那裡花拳繡腿 都是一些雕蟲小技 所以那個自我他就會越來越小 當自我小到後來完全消失 這是自我消失 就是成為0 那個自我我慢消失了 成為0 當你成為0的時候 你覺醒過來的時候 你發現你跟整個法界 你跟整個無限是融為一體 這樣知道吧 你真的大死一番之後 你才能夠融入不生不死的法界 OK 好 這剛好有一些公式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小姐再講 148月第四節這裡 這裡有提到就是說 若於佛不壞境成就者 與法生聖戒這些成就者 千購產眾生離千購心 在家而住解脫 心思常省樂思 常樂於蛇 行平等思 聖戒成就 這就是說你在家人一樣 在家而住解脫 如果你有姻緣現出家巷去專修的話 那當然是很好 那個如果你有遇到善之士 然後有正知正見 現出家巷去實修實證的話 那會更快 如果你沒有姻緣 然後你以在家身方面的話 一樣 你都是可修可證可達的 所以在家一樣可以修行 可以解脫 如果以在家 我們看法醫分享這裡 如果以在家居士身分修行 只要以阿安解脫道而行 一樣可以開悟 斷結 正國 如果您把修行擺在第一優先 很精進用功的文師修正 那在家居士要正到三國並不難 那如果要正阿陸漢國 那後面就要進入專修 我們這裡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出家分三個層面 有講過了 出家分三個層面 一個是外向方面的 從外向方面來分 這是第一步的 那第二步是你所研究的法 你所接觸法到底是解脫法還是方便法 這是第二個層面 那第三個層面就是 出國到三國 這個還算是在三界的家裡面 阿陸漢國才是真的 真正的出三界的家 所以我們要向佛陀學習 真的出三界的家 好 在我們看第五節這裡有提到法徑經 法徑經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瞭解 如果一個人他 你能夠提政到三法印 四聖地之後 那你會不斷地再深入去求證體悟 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有見到法的話 那你那個道心就不會退失了 所以你真正正正道出國之後 那你不會退失道心的 你會一路地一直地深入下去 因為你知道說非此不可 你知道說唯有這才是真的邁向究竟解脫之路 好 這是第五節 那重點我們要看第六節 第六節這裡講的就是六念法門 注意這一節講的就是六念法門 那六念法門講的主要的內容 一個就是我們講說念佛 六念法門第一個就是念佛 第二 念法 第三 念生 第四 念戒 第五 第五 念詩 布詩 念佛詩 第六 念生天 天界方面的 好 那我們來看這裡的經文 佛告摩赫蘭 若比丘於初學地求所未得 你看這講的是若比丘在於學地的 在於學地也就是說如果比丘是進入初學的階段 或是那個文史基礎還不穩定 道心還比較弱 基礎還比較不穩定 這時候求所未得 你覺得你還沒有真正的突破 想要有所開悟 有所解脫 有所正國這些還沒有真正的達到 求得很早得很苦的時候呢 那怎麼樣才能夠上升進到 也就是說繼續努力靜靜用功 而邁向安穩涅槃呢 以比而使佛陀就開始一些方便的 能夠協助你直驅無上道的這種法門 這個就是當休六念 乃至盡得涅槃 必如積忍 身得累壽 得美未食 身材肥者 這是六念法門 它就是協助眾生 從協助大家成長 從有學位 然後逐步的上來 然後慢慢的到達 那個無學位 到達究竟解脫 當然這個過程你必須要不斷的成長脫胎萬苦的 好 那我們去看第一個 練佛 何等為六念 為聖地子練如來事 也就是說意練佛陀的功德 練如來事 那這裡的練佛主要就是 事實上就是如來的十個名號 那這十個名號就是說把佛陀擦成就這些 用十個一種特徵來描述 什麼就是佛陀呢 它就是如來 所以十個名號事實上就是從十種不同的角度 來詮釋同樣一個到達究竟解脫者 它所展現出來的那些特性 這就是佛陀十個名號 那如果說你能夠去體會一個解脫者 然後它具有哪些特徵 具有哪些特質 那這樣是不是會讓你產生一種 見顯思奇的效用呢 可是老師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變成就在一人嗎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 對 對 這是一個過程 剛才這個有人問到就是說 那這樣不是在一個一人的這個階段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就是說 如果你這是一個方便法 如果你把這個方便法 你又鎖定在佛陀身上這樣的話 那變成又是落入一人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只是我們是要向佛陀學習 所以後面法律分享裡面就有講 好 我們先把這段看下來 如來 應共 等正絕 這等正絕我們上次已經有解釋過了 就不再解釋了 那如來就是能夠清清楚 清清楚此的如同萬事萬物的本來任務 來看待萬事萬物的 這叫如來 不會染污 不會扭曲 這個唯有你沒有談真詞的時候才能做到 解脫者才能夠做到 再來 明行俱足 凡夫是無明行 那佛陀解脫者他是明行俱 再來 善事 什麼叫善事 什麼叫善事的意思 什麼叫善事 不知道 善事 什麼叫善事 還有沒有 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講過一個重要的觀念 對 善事就是能夠隨時歸零 善事就是你要能夠隨時歸零 這樣知道那個善事的真意吧 你要讓過去的隨時歸零 隨時死掉 過去的當然如果我們有做錯 做不好的這些 那一樣 不是說那這樣就沒有業力因果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過去做錯已經做錯 我承擔承認接受過去的這些錯 那我現在該怎麼樣去做 那就一樣 你要落實在現在 要勇於去面對 勇於去承擔 所以這個善事就是你要能夠隨時歸零 然後從零出發 這樣 那就善事的意思 再來 世間節就是能夠對這個世間有深度而正確的理解 世間節 無上事 無上事 上次有跟大家講過了吧 無上 無上正等正確 有沒有講過 無上 好 好 這裡有沒有講嗎 有沒有 打課捨的不要搖頭 不過還好 我們這裡都很少打課捨的 不錯 我們大家的學佛之心都很好 好 我們無上 無上 無上正等正確 一般把這個無上都解釋為一個人修行境界到達最高 一般都認為說一個人他的修行境界他就是到達最高 他的智慧什麼德行各方面他都到達最高 他的神通也都到達最高 所以有的人他就認為說我修行境界已經到達最高了 我怎麼樣呢 那就認為說自稱無上師 那把那個無上他解釋認為說他就是爬到最高最上 這樣的說法對不對 現在就是說這樣的說法有沒有超越二元對立 為什麼 為什麼說還沒有超越二元對立 對 對 因為你有認為說你在最高最上的話 你認為你在最上那你就把其他的人都認為 別人都是滴滴在下 所以這裡面都還在二元對立的世界裡面 這個還沒有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很多一般的解釋 我們都把佛得的那個分離都把它曲解了 好 佛得是無上正等正絕 但不是要叫你爬到最高最上去去說 我是最高最大 我最偉大 不是這樣 真正的無上 事實上到後來他是抿除一切的二元對立 也就是說 佛得體悟到我們上次有講到那個不相在 有沒有 有跟他講過 沒有人 佛得體悟到最後就是說 一切眾生都平等 沒有一個眾生比我更高更大 也沒有一個眾生比我渺小 這就是沒有一個人在主宰我 掌控我 我也不會去主宰掌控任何人 一切眾生都是平等 這就是無上 就是超 沒有人比我上 當然也沒有人比我下 沒有自卑 也沒有我慢 超越一切的二元對立 真的以平等 完全平等之心 正等 就是完完全全平等之心 來善待一切世間眾生 當總統的 跟當小職員的 我們只是扮演的角色不一樣 但是大家都同樣的 等同的重要 扮演的角色不一樣而已 所以佛陀他有一部經有提到 就是說佛陀他大策道之後 大策道之後 然後他說 奇哉 奇哉 原來所有的大地眾生 都怎麼樣 具有如來的智慧德行這些 有沒有 事實上那你所講的就是說 佛陀提悟到就是說 原來佛陀提悟到所有的眾生 竟然跟佛陀都完全平等 都完全平等 所以這是無上的深意 所以因為真正的究竟解脫者 他體會到的跟一切眾生都是完全平等 所以你要沒有悲慢 沒有我慢 就是體會到跟一切眾生都是平等 所以你能真能夠體會到這方面的話 你會體會到你跟佛陀完全平等 你也跟耶穌完全平等 這樣你才不會有悲慢 如果你還有悲慢的話 你就一定還有我慢 所以真正的無上 體會到無上 體會到完全的平等 這就是一個真正究竟的一個覺悟者 無上正等正覺 這樣就好 這就是無上是 再來 條育丈夫呢 條育丈夫 有的人解釋說 他很擅長去去條育別人 很擅長去去條育一般眾生 真正本意不是這樣 真正的本意是說 因為佛陀發現到 人類人的最大敵人是自己 你要帶領千兵萬馬很容易 你要勝千軍萬馬很容易 你贏不了自己 除非你是真的要邁向究竟解脫 所以真正的那個條育丈夫就是說 他能夠條育那個最大的敵人 自己 這才是真正的條育丈夫 再來 天人師 當他具足有前面這些德行的時候 那這樣他就是一個天人師 仁天師表 但是要知道 仁天師表那是眾生來一種恭敬 那你不是 如果你一般人 那你認為說 我修行 我修行 各方面我都很高 很好 那我理所當然 我就是仁天師表 理所當然受人家尊敬 這樣的話 要看看這裡面是不是有我漫 所以 漁天師 佛 這個佛本意就是覺悟者 也就是了悟宇宙 人生 真理 實相的人 這叫做佛 像這樣的人 他就是世尊 也就是人間很少的這些尊責 法寶 好 那就是佛陀的十個法號 十個名號 那聖地子如是煉食 那你看 你想起佛陀的這些人物 你就會不起貪 不起嗔 不起吃 也就是貪嗔 吃就會暫時的降福 那齊心正直 為什麼會正直呢?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風範讓我們學習 讓我們看起 所以我們這時候最重要的是會有一種見閒思起 所以剛才有人提到就是說 那這樣會不會落入一種又是依人的這種情況 所以佛陀不是要讓你膜拜 佛陀是要讓你學習 這很重要 所以齊心正直 得如來意 得如來正法 與如來正法 於如來所得隨喜心 隨喜心以翻閱 這樣就是說當一個人他道心不夠 或是比較弱的時候 然後他需要借助佛陀這樣的一個學習的風範 然後想到佛陀這麼精進 這麼用功 成就這麼好的這些德性 好 那你就會升起禪惠心 會看起 會學習 然後你的心會越來越靈靜 然後你的道心會越來越增強 這樣的話你就會自然進入內心的安詳 然後就能夠進一步的去止觀雙韻 所以後面這裡的 有沒有 翻閱 翻閱 那個都是進入已經有殘閱 殘定這方面的 在齊心定之後 然後他就能夠進一步的去止觀雙韻 止觀雙韻 那當然在一個人他內心紛亂的時候 你會失去理智 如果說一個人能夠內心靈靜下來的時候 他智慧就會出來 那有智慧出來的話 你就能夠遇到任何事情 你會有智慧去面對去處理 所以自然就會大化小 小化五 逢兄也會化幾 好 這就是煉佛方面的功德 在煉法方面 聖地子煉於法者 就佛陀所講的這些法 世尊所講的這些法律 所以能憲法 能離生死次然 不帶時解 通達憲法 原知覺知 注意這幾個字 憲法能離生死次然 不帶時解 一個人 如果你能夠真的了悟佛陀所講的這些法 那麼你就能夠離生死 了悟生死大事 所以你看 這裡所講的是憲法 都是現在事 所以佛陀以前帶領大家 都是要回到當下來 然後好好的去體悟 都是現在 你要活在現在 參加劍道法 這樣子 所以當我體會這些之後 那我才確信就是說 法沒有末法時期 因為法它就是過去 現在 未來都是如此的 它就是活生生呈現在眼前 你只要停下來 腳步緩慢下來 心靜下來 心柔軟 靈靜 把那個粗糙的心慢慢地變成比較維繫 比較明覺 那這樣你就能夠看到眼前那個活生生的活法 從最平反平死平淡之中 去體悟三法院 去體悟四聖地 那你真的能夠當下去建法的話 那麼你當下你就能夠離生死次然 你建法生一分 你的苦就減少一分 因為你的顛倒夢想會減少一分 所以那是不帶實解的 不是說要修行要多久 要幾十年 或是幾世 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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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體悟佛陀所講的法 真的就是現在此生此世 就可修可正可達 所以你就會很有信心 在其他後面這個練生 練生就是講世尊弟子 善相 正相 直相 成相 行隨順行 也就是說看到佛陀所引導的這些人 他們都正確地走在解脫道上 所以有後面的向虛托凡 得虛托凡 這叫做一雙 四雙的第一雙 這是兩種人 再來向虛托凡 得虛托凡 這是第二雙 所以四雙八倍就是這樣 一雙一雙 四雙八倍講的都是相同的這些 他們這些人 真的你能夠正道出國的話 那這個叫做進入聖者之流 去體會就說 不是只有佛陀到達而已 不是跟佛陀一個人可以生分而已 只好你能按照這個法 次法向 次第步驟之步去做的話 一樣 都可修可正可達 而且在佛陀聖團裡面 有那麼多的那些解脫者 他們事實都在告訴你 你真的只要你照這樣做 就可究可正可達 所以你想到這些的話 你會不會很有信心 一樣 你會信心無窮 除了佛陀 我們向佛陀學習以外 那一樣有人 有這些兄長 有這些道友 他們也一樣是走出來 所以想到這些 你就會很有信心 然後跟他們學習 其他後面的戀戒 戒師 還有戒天 這個大家就可以自己看一下 一樣 戒的功德 戒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惡緣 增加善緣 有助於自敬其義 所以念戒的功德 再 念到布施 想到布施的功德 這個布施可以打開我們狹窄的心胸 讓我們的心胸慢慢地擴大 擴大 打破我們的身見 打破我們的親俗觀念 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布施不斷地讓我們那些 我是我能放不下 那些慢慢地能夠放下放下 所以布施它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成長的過渡時期 很重要的一個那種破除身見 破除我見的很重要的方法 包括將來你真的進入到整個 你整個生命 也都可以捨掉 這個生命捨掉不是那種消極悲觀自殺那個蛇 不是 你在修行的過程 你也能夠 因為你到最後那個自我要捨掉 那這是要生死大事啊 你沒有經過那個自我 沒有大死一番 那後面這一關你是跳不進去的 你沒辦法超越 所以那個布施都是從有形的這些施捨慢慢地 包括慢慢地成長到後來就是要整個那個自我的施捨 好 那將來當你真正成為一個開悟解脫者 或是說你真的能夠這樣有為法做見證 那你一樣你會不吝嗇於那種法布施的 你會把你的法喜這些跟眾生來分享 那就是法布施 所以布施對修行方面這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那佛陀鼓勵大家布施 記得不是我愛你們的資材 不是我愛你們的東西 不是這樣 所以佛陀鼓勵大家要有這種布施的心 那個布施並不限於對佛陀或是對我們 而是你要有這種施捨的這些心胸 最重要是協助你逐步地把你的心量打開 把你的視野打開 把那個神劍 把那個抓取放捨 所以解脫者他接受你的布施 這也是讓你說種善根福德 因緣種福田 那個意思 這樣知道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布施他有他的功德 但是要知道你不要又把布施當作是以方便為究竟 整天只是在忙著他在哪裡 人家哪裡有貧苦那我們趕快去救濟 明天哪裡有貧苦那我們又趕快去救濟 整天在那裡忙著那些布施這樣 那這樣的話 也許你要靜下來看看是不是有本末顛倒 你一切的作為要以解脫到邁向究竟解脫為第一順位 為核心 如果你扣住這個核心的話 我們上次有講 你知道什麼是究竟的話 那你就會全施種種方便 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把那個修行解脫擺在第一順位的話 那你很多的那些布施就會變成只是在方便法上面繞 這樣子知道嗎 在後面的練天方面的這支佛陀也鼓勵大家 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那你盡量要求自己 這一生這一世就邁向究竟解脫 如果各方面因緣具足條件還不夠 還不具足的話 那至少我們要多持戒行善布施這些 多累積善跟福的因緣 那你至少你可以不剁惡道 可以升天道 好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那個練生天這方面的 好 最後一段 若比丘住於學地 這在學習的過程中 欲求上升安樂涅槃 如是多休息 即得涅槃者 於正法律肅敬豬肉 無肉心解脫 會解脫 憲法自知作證 我生以盡犯行以利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方便法 它可以協助你逐步的成長 然後從有意到達無意 從有肉到達無肉 從有學到達無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長過程 好 我們來看後面 如果以這個經文件看起來 就是像這個六念法來講 那你應該可以到達這個 這個新解脫 會解脫 可以到達這個像我是你進這個經濟 那 跟老師講說 欸 你現在是前面這個是換瓦 然後又要說要到那個服務又換瓦 所以是不是中間一舉 我們是不是夠差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他這個六念法 還有一種叫十念法 因為六念法沒有含那個安那班那內 是不是安那班那是在十念法那邊提到的 或是說那個是另外一個 一個法 安那班那它又是在禪修方面的解析 但是在十念法裡面好像就有含那法 對 所以它有時候簡縮 有時候講的比較詳細這樣 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 這裡有提到就是說 剛才有人問就是說 那照經文這樣看的話 應該是這樣做 你就可以到達究竟解脫 略說是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實際進入去做 你就自然會不斷地成長了 自然會不斷成長 就要像說這裡的戀天方面 你不是說光是戀天你就會到達究竟解脫 而是說它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成長過程 事實上這裡講的六念法面 它是一個退可守 進可攻的方便法 你只要把整個解脫道之間弄清楚 那你逐步地這樣一步一步地上來 像慈戒 布施 念諸天這方面的這些 包括前面那樣的練生 這些都是讓我們培養善根福德因緣 向善知識學習的那個心 包括說前面的那個練佛方面的 練佛方面如果你弄錯 沒有體會到那個佛陀的本懷的話 那你一樣又很容易落入在那一忍不一法 所以你要有正確的問思過程的話 那你就知道就是說 這個就好像說在幼稚園的階段 有很多那些玩具 很多那些工具讓你能夠進來 很多一些方便法讓你能夠進來這樣 那進來之後你會慢慢地 善知識它會協助你逐步地去成長 所以包括前面所講的那個法方面 因為你真的練佛 體會到佛陀的這些 真的體會到生方面的話 你整個核心不管你從哪個角度來 它一定都是引導你到哪裡來 對 它一定是引導你來體悟體正那個法 然後邁向解脫了 你要究竟解脫以前 你一定是了悟真理實相 這是一定的過程 這樣知道嗎 所以那是必然的過程 好 那我們看後面150頁 本經解釋六念法門的修行方法 有它的功效與對峙作用 有它的功效與對峙作用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原始佛法的煉佛 是意煉佛陀的種種德行 而主要的目的是引起見顯思奇的作用 第二 體悟順和人